像你這種接觸這麼多案件 那種已經理了 然後還這個糾纏不斷的有嗎 原則上面 如果當時我經手的案件 絕對是切得乾乾淨淨 不太少 不太多 是因為我的案件在回診說 馬律師你當初沒有給我搞定 通常有這種回來的話 大部分都是精神 就是情緒比較不穩定的 類似恐怖情人的這種 那如果是為了錢 很簡單 頂多就是來問馬律師 當初簽好的不付 不付扶養費 什麼費用給我該怎麼辦 那當然就訴訟完了以後 甚至還跟他說 如果是女方 那個男方不付扶養費的話 現在台灣的法律 還有可以把信都改掉 可以把信都改掉的規定 可以把信改掉的規定 所以你不付扶養費的話 可以改他的信 可以從母信 所以原則上面 看他的離婚協議書的內容 但是我還是勸啦 任何離婚的過程當中 付費的那一方 一定要稍微留一些證據 要是第一個 如果是偷偷一次支付的話 可能要把項目寫清楚 不然的話寧可慢慢付 當然這個理論上是這樣 有些女生是 你不一次付完 我不跟你離 你有這種 你要這種事情的話 你可能就要 跟分批的話 每次都要留下匯款單據 但是重點是把項目寫好 項目寫清楚就好 免得 其實像洪洪洪這個案件 我看得很清楚 其實他們不在討論 外遇不外遇 誰對誰說 他們只是在告訴小孩 誰有在付錢 他們只是在宣誓這件事情 因為起因就是那個報紙 練音樂學院 然後開始報 跟他說沒有付錢 我很窮 因為初初已經是之前的事了 洪洪洪也會想說 我當初給你兩間房子 四千六 你現在跟我說沒有錢 付小孩子的 音樂學院的錢 你是不是把他揮發到他那裡去 所以是認知不同 對 因為洪洪洪的立場 會認為我都付了很多了 那如果小孩子得到的訊息 是沒有錢去練學校的話 代表媽媽把他的錢花掉了 雙方都會去爭執 我當初那一筆 我的初衷 到後來是不是因為我們隔閡久了以後 媽媽不斷的在那邊製造說 其實你爸爸沒有留什麼給我 都是我在努力給你付錢 你的婚姻那麼久的過程裡面 有講過兩個字嗎 離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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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只有想 但是我不會做 但是隨著財產增加以後 就愈來愈沒有膽子了 又要分一半 你想到要分一半財產 對 想要分一半財產 這個還是稍微要克制一下 那你什麼時候會想 吵架 剛結婚兩三年會 後面就比較不會 後面就認為說 其實就像洪洪洪洪 那之前我們提到的 如何讓你的生活品質變好 那其實我發現只要稍微 我們窩囊一點點 跟他認個錯 哄他一下 把至尊放下來 大概 三個小時就結束了 那你如果跟在那個地方 可能三天或三個月 那沒完沒了 那你怎麼上班 窩囊一點喔 我認為在以前我們 我是都窩囊很多點 哈哈 覺得一點不夠 就是通常我要維繫這樣子 讓我的日常生活 品質高一點的話 婚姻生活 我一定是 當發生某些事情 雖然不是我的錯 我還是要很窩囊的 去跟他道歉 啊 真的 對 因為我們只想到一個想法 我下一個小時快活就好了 對 只想到我 我只要現在結束以後 我就快活 現在我怎麼窩囊 我沒關係 好像有逃避現實 但你要告訴自己 那是我們的智慧 這是我們的智慧 對 這是我們的智慧 人意識海闊天空 而且你窩囊久了 你就習慣了 你就不覺得窩囊 而且你換來的是 幾年 一小時的窩囊換來 一整天的開心 兩個月的快活 快納才為什麼不做